哈啰大家好 我是球姐系看所有的影片 在视频开始之前 想问一下小凯们 是不是还玩Pudger New State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评论哟 球姐猜测 好多玩家现在都不怎么玩Pudger New State了 大家想想 刚开始这个游戏上线 到处的是Bug 除了Bug以外 各种的服务器瘫痪 导致一上线 这个游戏立马受到差评 不过球姐系相信游戏会肉做越好 毕竟游戏跟上线 必须要给它一起时间嘛 对吧 结果给这个游戏多点时间 结果发现呢 时间越长啊 这个科技越来越多 其实也不止这个游戏科技泛滥 即使科技泛滥的球姐有被7号下载 可是通过这件事情之后呢 球姐真是7号下载 到底是什么事情让球姐7号下载呢 二话不说 我们来看当时情况 当时呢我队友呢就还正在开车 车上的一共3个人包括我 结果呢没注意这个1号呢 直接捏了一颗雷 我的天 捏雷就算了 结果他还说了啥 我们来听听 大致上呢他为你也来的是因为我们是华人 我也不知道他骂了啥 他说了一堆我听不懂的话 我除了听得懂 还说我们华人 其他的话我就不知道了 毕竟呢好不容易开了一局PODGE NEW STATE 结果呢就遇到这种情况 导致了球姐觉得体验感真的特别差 难道华人就不配玩这个游戏 当然一幕前小凯们对手有什么看法呢 当然小凯们在玩PODGE NEW STATE 或者在玩PODGE手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欢迎评论出留言哟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关注球姐 带你了解事情背后真正的真相